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揭秘人工肉,未来的厨房革命 二,历史的食谱,人工肉的政治味觉 三,细胞的烹饪课,人工肉的科学食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揭秘人工肉,未来的厨房革命 各位饕贴同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会让你的味蕾和脑细胞同时跳起华尔兹 那就是人工肉,也称为实验室肉或培养肉 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厨房革命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人工肉 简单来说,人工肉是通过细胞培养技术在实验室里生产的肉类产品 科学家们从动物身上提取少量肌肉细胞 然后在实验室里提供适宜的环境让这些细胞生长 繁殖,最终形成肌肉组织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现代版的魔斗故事 现在,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人工肉可能是未来厨房的革命 首先,它解决了传统畜牧业的一些问题 比如高碳排放,土地和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动物福利问题 人工肉的生产过程中,理论上可以减少这些负面影响 这意味着,未来的牛排可能不再需要一头牛 而是来自一个像保温杯一样的生物反应器 但是,人工肉也面临着挑战 比如,如何让培养出的肉质地和味道与传统肉类相似 以及如何降低成本使其普及 目前,人工肉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昂的 毕竟它还没有达到大规模生产的阶段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一天可能并不遥远 有趣的是,人工肉的出现可能会引发一些哲学和伦理上的讨论 比如,素食者是否会接受人工肉 毕竟它没有直接导致动物的死亡 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培养牛肉和鸡肉 那么是否也能培养出稀有动物的肉呢 这是否会引发新的道德争议 最后,想象一下 未来的厨房里,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个家庭厨师在操作一个高科技的生物反应器 里面培养着晚餐的主菜,实验室牛排 旁边的3D食物打印机正在打印蔬菜和面包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科技与美食的完美融合 所以,虽然人工肉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它无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未来食物来源的新视角 它可能不会立刻出现在你的餐桌上 但它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对食物,环境和生活方式的认知 未来的厨房革命可能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培养品开始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食谱 人工肉的政治味觉 好吧 各位饕餐史学家和美食政治家们 让我们一起翻开历史的菜单 品尝一下人工肉这道现代家庭的政治风味吧 首先,我们得回到过去 那时候的人们还在用石头砍肉 用火烤肉,而人工肉 那是连最狂野的巫师都不敢在石板上刻下的异想天开 但是,历史是个大厨,总爱给我们惊喜 快进到21世纪 科技的大锅炉里 人工肉这道菜终于被端上了餐桌 这不是简单的豆腐或酥肉 而是实打实的实验室培养肉 细胞层层叠叠 肉质嫩滑 仿佛在说 嘿,我也是肉哦 现在,让我们调调味道 看看这人工肉的政治味觉 首先,它的环保味道非常浓郁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人工肉像是一位绿色英雄 减少了对土地、水资源的需求 还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 这道菜简直就是环保主义者的心头号 他们品尝时仿佛在说 这是拯救地球的味道 然而 人工肉的味道并不只有一种 它还带有一丝丝的经济竞争味 传统畜牧业者闻到这味道可能会皱眉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牛羊可能要失业了 而科技公司则在旁边偷着乐 他们看到的是市场的新机遇 一块未来的大蛋糕 别忘了 这道菜还有一点点的伦理道德调料 动物权益的倡导者们尝到这里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们说 终于我们可以吃肉 而不用让动物受苦了 这是一种让人内心感到温暖的味道 一种对生命尊重的甜美 但是 历史告诉我们 任何美食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人工肉的味道 在某些人的舌尖上 可能会变得有点苦涩 传统和习惯的守护者 可能会嫌弃 这道菜太过现代 太过人工 他们怀念的是那种土地和自然的原始味道 最后 我们还得提一提 这道菜的可及性调味料 人工肉 现在还是高档餐厅的特色菜 普通大众想尝一口 可能还得等等 这就像是历史上的糖和香料 一开始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后来才逐渐普及到每个人的餐桌上 总之 人工肉这道菜 在历史的长河中刚刚起步 它的味道复杂多变 既有希望的甜味 也有挑战的苦涩 它的食谱 正在被不断地改写 而我们这些历史的时刻 不妨继续关注 看看这道菜 最终会在人类的餐桌上 占据怎样的位置 毕竟 历史就像一顿大餐 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菜肴 让我们大开眼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细胞的烹饪客 人工肉的科学食材 各位饕铁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开设一门非传统的烹饪客 细胞的烹饪客 人工肉的科学食材 在这堂课上 我们不会使用传统的厨房用具 而是要用到生物反应器 培养机 甚至是基因编辑技术 这可不是你家常便饭 而是一场科技与美食的跨界盛宴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人工肉 人工肉又称培养肉 实验室肉或前细胞肉 是透过细胞培养技术生产的肉类产品 这种肉 不需要直接从动物身上取得 而是从动物的肌肉细胞开始 放在一个模拟动物体内环境的培养机中 让细胞自我复制和成长 最终形成肉块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这道细胞料理的食谱 一选择优质食材 首先 我们需要从动物身上 取得一些初代细胞 这些细胞 可以是肌肉细胞 脂肪细胞 或其他类型的细胞 就像是选择最新鲜的食材一样 细胞的品质 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口感 二 调味培养机 细胞需要营养来生长 这就需要一个特质的培养机 其中包含了蛋白质 糖类 维生素 和矿物质等 这就像是为你的食材 准备一个完美的颜料 让它们在最佳环境中成长 三 精准烹饪 将细胞放入生物反应器中 这是一个控制温度 PH值 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的设备 这个过程就像是降食材放入烤箱 需要精准控制时间和温度 四 品尝成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 细胞会形成肌肉组织 这时候就可以进行收获了 这就像是将烤的金黄酥脆的烤鸡 拿出来一样 让人垂涎三尺 五 摆盘与创意 最后将培养出来的肉 进行加工和调理 变成美味的汉堡 牛排 或是炸鸡 这就需要厨师的创意和技巧 来进行摆盘 让这道科技美食不仅美味 还要赏心悦目 人工肉的制作过程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这已经是现实中的技术了 这种肉类的生产方式 有许多潜在的好处 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降低对动物福利的担忧 以及提供更可持续的食物来源 当然 这道细胞料理 还有许多挑战需要克服 比如成本 规模化生产 消费者接受度等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 谁知道呢 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或许会在家中的生物厨房里 自己培养一份晚餐呢 所以 下次当你咬下一口汉堡时 不妨想想 这可能不仅仅是一块肉 而是一场细胞层面上的烹饪革命 Bon Appetit 未来的美食家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社会的新时尚 人工肉的文化烹调 各位饿铁同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这个时代最潮的美食趋势 人工肉 或者说是实验室里的牛排 这可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 而是真真切切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新奇食材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场 由科技主厨精心烹调的文化盛宴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自古以来 人类对肉类的追求从未停歇 从17时代的狩猎 到农业社会的畜牧 再到工业化大规模养殖 肉类一直是人类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随着人口的激增和环境问题的凸显 传统的肉类生产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于是 科学家们拿起了试管和培养名 开始了人工肉的研发之旅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烹饪革命 人工肉 或者说培养肉 是通过细胞培养技术生产的 它不需要屠宰动物 就能在实验室里尝出真正的肉 这不仅仅是一种新食材 更是一种全新的饮食理念 它挑战了我们对于肉的传统认知 也让素食主义者和肉食爱好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当然 这种新时尚也带来了不少剧谈 想象一下 一位素食者在品尝了一块人工牛排后 脸上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因为它们终于可以在不伤害动物的情况下 享受到肉的口感和风味 而一位传统肉食爱好者 则可能会疑惑地眨眨眼 心想 这肉是真的 还是我在吃高科技豆腐 人工肉的出现 不仅仅是饮食的变革 更是文化的融合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食物的来源和生产方式 也让我们对于可持续发展 有了新的期待 当然 这还只是开端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消费者接受度的提高 未来的餐桌上 或许会有更多令人惊喜的科技美食 最后 不得不说 人工肉的出现 也给了我们这些教授 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如何在保持幽默感的同时 向学生们解释 为什么未来的汉堡包 可能会附带一份细胞培养使用说明书 哦 这个时代 真是太有趣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揭秘了 人工肉这个未来的厨房革命 人工肉的出现 不仅解决了传统肉类生产 所带来的环境和动物福利问题 还让我们重新思考 食物的来源和生产方式 它的出现 可能引发一些哲学和伦理上的讨论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 新的科技美食体验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了人工肉 从科技的角度 解释了人工肉的制作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 探讨了人工肉的政治味观 从文化的角度 看待了人工肉的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对于 人工肉这个话题的思考和观点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 新的视角和思考 现在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 人工肉是未来的厨房革命吗 你们愿意尝试 人工肉吗 欢迎大家留言提问 我们一起来讨论 这个令人兴奋的话题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期待与大家再次相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